我想說法洋神屬性講道法,我將它簡化了 簡化的原因是有些人覺得要想那幾樣是難的 但我將它簡化其實都包括那幾樣,不過就總括了 第一就是神屬性,它本身的屬性 即是與人無關,在永恆它已經是這樣 例如神是喜樂的神,神是智慧的神 即是有沒有人都是智慧的,有沒有人都是充滿能力的 這個神的屬性和本質 另一個就是它對人的恩典 以往我分開四點,為了將合併一點 那四點就是它的心態,譬如它是喜樂的神 它心態是很想人都喜樂 因典,它就會將恩典給人 由它將恩典給人,它有什麼做法呢 它有計劃,又有行動 但是全部基本上是對人的 所以當你想到對人的時候 你未必想到這四樣 這四樣只是一個guidline 讓你容易去想 否則你有那四樣,你又不知道想到什麼 但當你想到對人 如果你能夠自由發揮,你就在那方面想 如果你不能夠,你也要找回那四點出來 那你就想,譬如說,喜樂 神本身喜樂 然後他如何給人恩典呢 就是,他很想給人喜樂 他亦都能夠將人變為喜樂 這就是心態和他的恩典 而他怎樣的方法呢 那麼多人低沉,憂鬱 他就是一個計劃 這個計劃,可能這個人遇到某個基督徒可以幫他 遇到某個群體可以幫他 這個計劃,又到了行動 最後這個人真的來到一路祈禱就釋放了 但基本上,講來講來都是一樣 就是,神是喜樂 他可以幫到人有喜樂 幫到人得意志 並且幫到人有能力去幫助那些憂鬱的人 可以有這個意志的喜樂的恩膏 基本上,就是在這個 他怎樣祝福人的一方面來發展 我再說一次,那四樣在人的那方面 就是說,他的心態 即是他的心態想幫人的 想祝福人的 由他的恩典就是 即是他給人的禮物 即是喜樂、愛、關心 然後就是他計劃 他怎樣計劃出來 又怎樣行動 一步步行動出來 那除了這兩樣 神屬性和神的恩典 也都另外一樣 應該說就是神的戒命 神的戒命就是 我們應該喜樂 你們要喜樂 即是一個吩咐來的 就不同的 有些人說 我不喜歡 我沒有感覺應該開心 我沒有一時開心 但聖經講的就是 你們應該開心 你們需要開心 即是你們 你們嘗上喜樂 即是我們都應該說 這個界面的部分 這樣的時候呢 你就容易想了 即是怎樣想呢 神本身是這個質素 這個屬性 然後神又想這種屬性 傳遞給人 不過怎樣傳法 然後呢 神也都吩咐我們 撥出這種質素出來 那你這樣想 就會簡單一點 最先的問題就是 我們有這個訊息 比如說到喜樂 我們最終想人怎樣呢 基本上想人就是喜樂 是在神裡面的喜樂 好了 那你怎樣達到這個目的呢 這個就是 是很多方法的 其實你上網看 不同的人說到 他用什麼方法 有的方法可以說 譬如說 哇 這麼多人這麼開心 這麼喜樂 而有些基督又這麼低層 那你想做哪一種呢 這種 給他看到那種possibility 就是這種 可以得到 喜樂的福氣 你的生命可以這樣發揮 你想不想呢 就是給他看到一個 好的面 不好的面 那你要好還是不好呢 就是一個挑戰 挑戰 你的生命你想怎樣 你想你的 將來的生命怎樣 亦都有時候是一個感染 由我們個人的分享 我們以前怎樣 不開心的 現在我們變得開心 整個生命不同了 其實這個可以叫 無限量的可能性 你怎樣激勵 就是你每一次去聚會 為什麼有些聚會 你感覺 一邊聽他說話 有時候他的聲量 令到你好想做 有時候那個音樂 配合在一起 令你很想做 有時候他的祈禱 神啊 我們真的可以喜樂 為什麼這麼憂愁 我們可以全然放鬆 祈禱又是一個方式 其實這個可以叫做 無窮無盡的方法 但基本上 是想那個人 那個心 被你的訊息 你的討告 搞動 都說 我都想起樂 這個就是一個目的 變成 當然你有行動給他 怎樣是行動 但是你行動了 他未必代表他真的動 那你就怎樣在訊息 尾的時候激勵他 那你可以用 你想要開心啊 你想要開心啊 或者你想要不開心啊 那這個就是比較 或者說 你可以開心的 可以 就是這個possibility 你可以天天開心的 或者是 我改變之後 我人生日日日享受神 你可不可以 相信都是這樣啊 你又可以大大祝福人 你的喜樂可以影響人 就是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就是討告 激迷到人 就是說訊息 不要只是一個誤性的訊息 如果你的訊息就是 很多人不開心 神是這麼喜樂的 那麼多基督徒不開心 你們應該要喜樂 怎樣喜樂呢 又看聖經 祈禱 讚美神 數算神的恩典 然後又在神裡面喜樂 各位喜樂 神祝福你們 天天開始喜樂 這是一個誤性的approach 純粹是誤性的 就是人聽了 知道是 不過好像人是很… 其實我們的感性和我們的思想 哪有影響我們多些呢 思想是個根 就是你有個思想你才會改變 但是人是被感性影響 但是你又說人的感性影響一陣子 但是這個根在這裡 他有這個感性 而他天天能夠用這個感性激勵他自己 他便可以持續起落 即是他天天只是思想 我要起落我要起落 他未必會會起落 他一定自己能夠有一種方式 激勵他的感性 人的感性被激勵他便會喜歡 即是基本上喜歡 譬如你喜歡吃雪糕 很喜歡吃什麼什麼 你不是說 我喜歡吃雪糕的時候 很涼涼、甜甜的 你不是這樣想 這個是不成的 你說涼涼、甜甜的 所以我喜歡吃 你吃的時候的感覺很舒服 所以你喜歡吃什麼 人的感覺是影響我們很大的 我們每一個都學習怎樣去宣傳訊息 分享訊息 因為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會有很多機會 有時候你不是上台的 你和一個在隔壁人聊天 你都有機會分享訊息 那這個東西是怎樣培養出來的 就是你一定有很多次的機會去分享 而我自己因為 由我上耶穌開始做 然後做牧師 而我又做了很多學生工作 隨時隨地 一會兒又有一個新人來 什麼團契都可以有這樣的情況 又做了很多兒童工作 所以我曾經說故事有很多動作 一起 就是跟那些動作 讓小朋友留意一下 否則他們很快會睡覺 做得多是很有幫助 例如我在宣教 我會說 我有很多材料 整個搭 但我不知道來的是什麼人 我最想 我經常都說 你們受訓練的是教育 最主要教育 和想侍奉的人 但他們說我不是的 他有時候可能是一班很多平信徒 平信徒是很慘很軟弱的 那些又不是訓練的 他一來到我看看他的樣子 我問問那個負責人 這班是什麼大英姊妹 然後我馬上要調教 這已經是不斷發生的事 在調教的時候 譬如我去哪裏講道也是 我預備好了 但我去到發覺 咦? 不是傳道人所講的情況 那我馬上要調教 這個也是 而且我正在講的時候要調教 為什麼呢? 在講的時候 都會聽到人 每個人都這樣 嘔嘔嘔嘔 我又要做一些不同的 那些人很聰明 我又要不同的 那這個也是能夠 就是在腦裏面 即時有一種反應 即是回應那些人 和他們有交流的 那這件事是必定有很多很多的操練 所以你不要怕操練 不要怕死 說錯了 不需要不需要害怕的 不斷放膽說出來 在講的時候 我發覺有一件事 是我常常做的 我一講的時候 譬如我想講到 在神裏面開心 那我就會想到 我如何激勵他們開心 我不是說 你們要開心 不要煩惱 不是這樣 其實我們都可以輕鬆一點 我就會和自己說 即是用一種去激勵自己 我如何引起他們 都覺得開心是好的 做人這麼拘謹 可以很輕鬆 可以天天享受神 即是在那時候的presentation的時候 神又會給我的意念 如何去present 以及根據他們的情況 神又會給我一些意念 即是有時會有這種情況 這是需要我們學習 去多些分享 然後你習慣了 你就能夠隨時表達出來 我亦都發覺有些意念 是我之前沒有的 是在講的時候有的 也有時會寫下 將來寫在我的文件裏面 即是將來的人可以看 大家如果學到這件事的時候 你的廣道分享就會很大進步 另一種廣道的approach 有些是真的 有時神樂園的時候 我們都是有些 是逐次讀的 真的 整篇的十張紙 看著它揭 一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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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十張這麼多呢 因為它直接把一句都說出來 全句都說出來 有些人是要講到 是要這樣才能講到 我真的說 它是這樣的情況 如果你是需要這樣 你也可以用這個方法 的確有些人是用這個方法的 但如果你能夠自由發揮 一到那時候 你立即發揮 那你就會發揮 容易很多 便可以輕鬆很多 就不會覺得很大壓力 如果你要什麼道理都寫法 我去宣教 要寫幾篇 沒什麼可能 因為我每一次 去到那幫人不同 我的introduction 又不同 我的內容又有些 又不同 根據他的情況 所以我鼓勵大家 放膽在這方面發揮一下 有時你分享少少 我們就可以立即給你回應 讓你可以 怎樣進步 看看怎樣進步 作詞規則 作詞規則